大家好,我是乔一 今天我们来案件分析 这是一件离奇的坠牙案件 案子发生在2009年 一位年轻的妈妈坠牙身亡 留下了只有几个月大的孩子 直到2017年 法院才勉强的做出了相关的判决 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和细节 越看越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又细思极恐 头皮发麻 2009年3月16日下午6点钟 警方接到一个求救电话 打电话的人声称自己的女朋友摔下了悬崖 地点是在美国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交界的一处 有名的远足步道 Eagle Creek Trail 这个步道是哥伦比亚和峡谷的一部分 是以风景优美而道路险峻文明 在网上有很多关于这条步道的远足视频 其中的一段特别的险峻 是在山腰上的路 宽度是不足一米 外侧近乎是垂直的悬崖 而内侧为了安全设置了缆线做扶手 地面都是原生态的 长满了苔藓 遇到下雨天就会特别的湿滑 这个悬崖落差有60米 在底部是一条湍急的河流 通往哥伦比亚河 打电话的这个人叫做Steven Nicholas 她的女友叫Randal Castro 22岁 史蒂夫在电话里面和警察说 自己的女友从步道的悬崖上摔了下去 然后为了下去救女友呢 自己也不小心就掉进了河里 史蒂夫在电话里的语气显得很淡定 他在描述女友出意外的时候 感觉不到任何的情绪上的波动 半个小时之后 警方赶到了现场 史蒂夫当时是已经在自己的车里 他和警方说 自己和女友是来徒步的 当时他们爬到山上 天空开始下雨 女友Randal是不小心滑下了悬崖 而当他也下到谷底之后 发现女友在河里 于是他下水将她拉到岸边 发现是已经没有了呼吸 他还试图给女友做CPR 也就是心肺复苏 但是他又表示自己不知道怎么做 在山谷里面又没有手机信号 最后只能是独自回到自己的车内 然后才给警方打了电话 这条山路雨天路滑 游人又多 经常会出一些事故 一开始警方也觉得正常 但是当时史蒂夫的表现 却让现场的警员起了疑心 首先他在描述这个经过的时候 显得特别的平静 不像是刚刚经历了女友意外的身亡 其次他一直在反复的强调 自己需要帮助 自己是掉入河中 然后感觉自己得了失温症 但是从头到尾没有要求警方赶紧去救自己的女友 就像事故没有发生过一样 反而是警方觉得很奇怪 就反复地问他 说你确定吗 确定他已经死了吗 在事发将近十年之后 史蒂夫参加一档节目中 他是这样回应当时自己的表现的 有些人说你估认得不感动 史蒂夫和朗达是在2005年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史蒂夫是刚离婚 而朗达是还不到20岁 两个人年纪相差了10岁 他俩是朗达的妈妈租房子的时候认识的 妈妈当时是租了史蒂夫的一间公寓 朗达家是有四个孩子 他有一个哥哥还有两个妹妹 妈妈也是离异单身抚养这四个孩子 所以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而史蒂夫当时的工作收入不错 人又风趣幽默 而且喜欢户外运动 所以给朗达妈妈的印象很不错 可能当时他觉得把史蒂夫介绍给女儿是不错的选择 然后按照史蒂夫自己的说法 他和朗达见面之后两个人差不多是一见钟情的 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 自信开朗 当时的他还是在做平面模特 而朗达之所以选择史蒂夫的原因 根据他妈妈事后的说法 女儿是看上了史蒂夫的钱 史蒂夫在追求女儿的时候经常是送她礼物 而且都是比较贵重的首饰 然后两个人很快就在一起了 之后史蒂夫还新买了一套公寓 让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 两年之后他们的女儿安妮出生了 朗达周围的朋友家人都说朗达对于安妮的出生很兴奋很开心 她很享受做一个妈妈 但是当时她和史蒂夫还没有结婚 当然朗达很希望能结婚 这能给她安全感 他们两个人有共同的爱好 都喜欢户外运动 经常会一起去野外徒步啊野营啊 他们生活的波特兰周围有很多这样美丽的景点 而这个Eagle Creek Chair呢 两个人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那在2009年3月16日的早上 两个人计划了去这里徒步 原因是说朗达想要减肥重新参加工作 于是他们一早将女儿安妮就放到了朗达妈妈那里 然后开车去了哥伦比亚河峡谷 史蒂夫回忆说 注意后面部分都是史蒂夫的回忆 他说当时朗达的行为变得很诡异 或者说是异常兴奋 他们爬到了山上 朗达是拿着一块毛巾披在自己的身上 假装自己是超人 在山上是一边跑一边跳 当然这种行为在这样的山路上是很危险的 史蒂夫说自己尝试劝阻他 但是他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然后史蒂夫就意识到女友的行为不太正常 感觉是有点嗨 询问之后才知道 朗达在上山之前是用了一些东西的 为了避免黄标我就不说是什么了 而且史蒂夫还表示说 女友实际上是在长期使用某种 甚至某些那种让人嗨的东西 你们懂的 到了下午3点20分 当时他们是走到了这个悬崖的边上 史蒂夫走在朗达身后10米远的地方 当他绕过一个弯之后 就看到前面的朗达跌下了悬崖 史蒂夫开始尖叫呼救 但是当时山路上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才下到了山谷里 发现了朗达是躺在河水里 腿部是开放性骨折 他将朗达拖到了岸边 发现他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 但是他还是嘴对嘴做了人工呼吸和胸部按压 他也承认自己并没有接受过心肺复苏的训练 但是之后发生的事却比较奇怪 史蒂夫说当时自己是又冷又累 然后就躺在朗达的身上 头枕着朗达的胸口就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醒来 然后就独自往回走 大概是6点钟左右 他回到了自己的车上 之后他才拨通了911电话 警方赶到之后 大概在7点钟问询完毕 然后史蒂夫就上了救护车去医院接受治疗 而警方另一队人马已经开始在树林里面搜寻朗达了 最终是在距离停车场一英里的地方找到了 Ronda的遗体 但是现场的警员看到尸体的样子和史蒂夫的描述是有点出入的 Ronda的遗体位置离河岸边是有50英尺 也就是大概15米远 而史蒂夫当时是说尸体原来在水里 是他将尸体拖到岸边的 并进行了CPR 按照正常人理解的话 应该是只要拖出水面就应该赶紧进行CPR的抢救 完全没有必要拖行15米 当时Ronda的腿部是骨折没错 但是他是侧身蜷缩着 脸是扭向地面 这个姿势完全不像是史蒂夫说的 进行过心肺复苏的样子 心肺复苏我们知道是需要躺平脸部朝上的 特别是胸部按压的话 不躺平是完全没有办法操作的 而史蒂夫明确是说过他有进行过胸部按压 而且他还躺在Ronda的胸口上睡着的 这里面肯定是有人在编故事 或者就是在撒谎 警方在现场也没有找到任何的脚印 也没有发现Ronda身体有被移动或者拖动的痕迹 也就是说啊 这个遗体现在的位置就是Ronda坠落后的位置 与此同时 Ronda的妈妈收到了警方关于他女儿意外身亡的消息 而妈妈在听到消息之后的第一反应是说 女儿肯定是被史蒂夫推下悬崖的 家人回忆在这一次徒步之前 Ronda和他们提到过说史蒂夫会在路上和我求婚 但是他又补充了一句 他要么给我戒指 要么把我扔下悬崖 家人当这是一句玩笑话 并没有意识到结果还真的发生了 甚至还有家人回忆说 Ronda说过 如果我发生了任何的意外 那肯定是因为史蒂夫 如果这些话真的是来自于Ronda 也就是在此之前他已经意识到了史蒂夫对他的威胁 而史蒂夫在几年之后的一次采访中 却提到了Ronda说过的另一句话 在他们前往这个Eagle Creek Trail这个步道的路上 Ronda忽然就问他说 如果我发生了任何事情 你是否愿意照顾我们的女儿 这句话听起来又像是Ronda有亲身的念头 当警方还在询问Ronda家人的时候 史蒂夫出现在了家门口 他表示要接女儿安妮回家 警察阻止他进屋 并且告诉他Ronda家里人说的 女儿之前提到过的 那个要么戒指要么推他下悬崖的说法 史蒂夫承认了他本来是要计划在山上求婚的 但是否认了推下悬崖的说法 于是警察问他说 能让我看看戒指吗 史蒂夫迟疑了一会儿 摸了摸口袋 然后说 肯定是掉在河里了 我们注意到 史蒂夫和Ronda家人提供的说法中间 存在的比较多的分歧 比如史蒂夫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Ronda在生完孩子之后就一直有产后抑郁症 并且一直在服用抗抑郁类的药物 而Ronda的家人 却说自己的女儿很开朗很正常 那个抗抑郁症的药物 只是为了在工作的时候抗焦虑用的 史蒂夫说他们的婚姻很正常 没有出现危机 但是Ronda的朋友却说 他们两个的矛盾很大 Ronda和他们抱怨过 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 他还亲耳听到过他们在吵架之类的 所以到底是谁在撒谎呢 警察也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 更主要的是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是史蒂夫谋杀了Ronda 很快 验尸报告出来了 报告上面显示 尸体上没有发现遭到过打击 或者窒息而死的痕迹 那死因是高处坠落导致的 Ronda的腿部开放性的骨折 骨盆是粉碎性骨折 而Ronda的血液中 检测出了微量的大麻类的化学成分 同时还有安非他瞳 就是之前提到的抗抑郁的药物成分 至此 尸体上并没有找到他杀的痕迹 倒是证明了史蒂夫之前的说法 Ronda是在长期服用抗抑郁的药物 而且他在上山之前也确实吸食了某种东西 那当天Ronda是因为药物的原因导致的失足坠落 还是他因为长期抑郁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在Ronda出事10天后 史蒂夫是去了保险公司 这个举动是引起警方的注意 据查 他在意外发生之前 刚为两个人都购买了保额在100万美金的保险 但是史蒂夫解释说 买保险的这个想法是Ronda提出的 他想万一自己出意外之后 可以为女儿留下一笔钱 而在另一边 Ronda的家人则认为 这就是史蒂夫制造意外假象的真正原因 而这个动机是因为在一年之前 史蒂夫刚刚损失了一笔钱 他需要找资金来填补那个缺口 警方在深入调查后发现 两个人的关系确实一直处在比较紧张的状态下 他们会吵架 甚至还发展成了肢体冲突 史蒂夫曾经将Ronda从楼梯上推了下去 事后Ronda还拍了自己的伤给家里人看 当然史蒂夫否认了一切肢体冲突 但是却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史蒂夫似乎在撒谎 他和Ronda之前还有过一段婚姻 当时他和他的前妻生活在中国 在一次争吵的时候 情绪激动的史蒂夫就试图将前妻从八楼的阳台上推下去 而当时这个情况就被他们家的保姆看到了 并且还报了警 这似乎可以看作是史蒂夫的一种习惯的行为模式 他在情绪失控或者蓄谋计划将这个Ronda推下悬崖来骗取保险金 听上去是合理的 但是证据呢 即使前妻能出来作证说史蒂夫确实曾经试图把他从阳台上推下去 那也只是间接的证据 不能拿来证明Ronda就是他推下去的 也不足以拿来起诉他犯了谋杀罪 在接下去的几年时间里 史蒂夫带着女儿离开了美国 前往中国的无锡开始他的新的生活 他在那里教英文 而且还认识了新的女友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美国警方还在想方设法地寻找证据起诉他 在2015年2月 史蒂夫在返回美国的时候被捕 这个时候的警方是已经掌握了其他的理由来逮捕他 根据Ronda妈妈的证词 史蒂夫和Ronda的妹妹梅兰尼曾经有过性关系 而当时的梅兰尼只有15岁 是未成年 所以那一段时间里 史蒂夫是同时保持着和姐妹俩的关系 那这会不会是之后导致史蒂夫和Ronda关系恶化的一个导火索呢 最终啊 史蒂夫是以一级谋杀罪和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指控被起诉 刚开始的时候呢 史蒂夫是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警方为了证明谋杀罪成立 也是花了不少的心思 他们试图用实验去还原当初两个人在悬崖上的场景 他们用假人一遍又一遍的模拟这个跌落的情况 试图啊证明当时Ronda是受到外力的作用才跌下去的 当实验人员反复的丢了好多遍 发现假人的弱点啊都无法到达之前Ronda遗体被发现时的位置 这里有个粉刺的地方是 当年警方拍摄了很多遗体的照片和现场的照片这些数据啊都遗失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2009年时候的照片 事实上在重新审理的时候啊 缺少了当年的证据 很多判断都可能出现偏差 包括当时现场遗留的一些痕迹 很多都只能是依靠警员们回忆当时的细节 难免不准确 从视频中判断 他们有三个人抱着假人往外扔 但是似乎怎么也达不到Ronda的位置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啊 这里是假人的弱点 而这个红色的标记石头是尸体的位置 中间啊差了好几米的距离 于是控方得出结论 Ronda当时肯定是被很大的一个外力推出去的 弱点才有可能达到那么远的距离 但是辩方指出 法院认定的尸体的位置并不准确 应该没有照片里面画的那么远 在所能找到的当年尸体的照片里显示了 尸体的位置大概是在这棵大树前面一点的地方 大概在这个位置 而这个位置啊离山坡的距离就近得多了 而且他们还指出Ronda受冲击的部位啊 基本上都在下半身 所以很可能它是垂直落地的 那如果是被人推出去的话 身体难免失衡旋转 就像实验中的这个假人一样 翻转的往下落 要想双脚着地啊 是不是得这个样子下去 本人觉得检方给出的这套实验逻辑有点说不通 不仅是没能证明是被推下去这个假设 相反还帮助了史蒂夫脱罪 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 想要用如此大的力啊 推Ronda下去的话 史蒂夫站着不动推肯定是做不到的 在视频里面三个人都扔不了多远 所以除非他在推到Ronda之前 有一段助跑的距离 当然这里是没有任何空间 允许他这么做的 接下去的一种可能就是 是Ronda主动地往前跳 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原因跳下去 因为从实验中看 你只有使劲地往前跳 才不至于落在这个斜坡上 当然这也仅仅是我个人的推测 法院也觉得检方的证据不足 官司再这样打下去啊 旷日持久也没有结果 所以提议双方啊 都各退让一步 达成一个有限认罪的协议 史蒂夫选择承认了疏忽杀人罪 也就是Ronda在狭窄的步道上跑的时候 他没有制止 另一个罪呢 就是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 史蒂夫也同意接受这个协议 但是他强调说啊 这只是为了能早日的见到自己的女儿 法院判处史蒂夫14个月的刑期 但是因为在审判期间 他已经被羁押了超过14个月 所以结果出来之后啊 史蒂夫就被释放了 朗达的家人一直认为 史蒂夫的想法应该是 制造意外假象 来骗取100万的保险 然后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和 朗达的妹妹继续两个人的关系了 但是个人觉得 如果史蒂夫真的是这么计划的话 也有点太幼稚了 我的意思是 作为他这样年纪的人 又经历过一段婚姻 他应该知道把朗达推下去 对他不会有任何好处 他刚买了保险就出事了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对吧 警察肯定会对他调查 而且他也拿不到那100万的保险 在法院宣判完不久 史蒂夫也公开承认了 之前和朗达妹妹的不正当关系 也就是说 他计划把朗达推下去之前 肯定会想到这一点 事后他将会面临一堆的麻烦事情 朗达活着的话 这还只是家庭内部的矛盾 一旦朗达出了事 这件事大概率是会被公开 而如果他只是想单纯的摆脱朗达 他直接离开他就好了 他们也没有结婚 如果是为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他可以收集朗达服用某些东西 和药物作为证据 让法院认为 朗达的精神状况 不适合做孩子的监护人 当然这只是理性分析 那在2009年3月16日的那一天 在悬崖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史蒂夫明显在隐瞒了什么东西 甚至在沙谎 他反复强调自己已经不记得了 或者用模糊的言语去回避真相 在2018年的一个节目采访中 史蒂夫忽然用战场上受伤的战友 来比喻当时的情况 他是不是在暗示 朗达坠崖后并没有立即死亡 而是他帮助结束了朗达的生命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这个案件 有什么自己的看法的话 欢迎留言 同时记得点赞收藏转发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期 请不吝点赞收藏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